上次刀 一个月别让他跑路 杀他个魂飞魄散 屁滚妙凉 这是一场让识人吝叫 什么叫防守奇迹的巅峰一战 老美的大王牌 骑师 以两个团的兵力 对志愿军一个连击防守的山头 连续进攻了两天两夜后 不仅寸土未得 反而将其师掌打蒙了 一度怀疑前线的士兵 是不是真的在进攻 于是派出一名团级干部 前去独战 可谁知 被四班仅剩的三名战士 看出端以后 一波反冲锋 几枚手榴弹就将他 直接送出了战场 那么 一个连的战士 一百来号人 究竟是如何挡住 美军两个团的轮番进攻的呢 为了拿下这个山头 不可一世的老美又有多疯狂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让老美伤亡 一千二百余人的沿线山之战 究竟有多震撼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防守在沿线山的五连 为了营救无名高地上一排 最后的五名勇士 派出了一支13人的突击队 当然 这种火中取力的壮举 虽然打了包围的美军 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也被装备与兵力都占优的美军反压 随着战友们的不停倒下 突击队只能选择撤退 但已深入敌军腹地的他们 要撤退又谈何容易 虽然战士们个个都小勇善战 虽然他们都能以一敌石 虽然他们都拼死反击 但面对蜂涌而来的美军 每一次断后 就意味着要失去一名队友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 班长吴连翼 在越过一片空旷地时 不幸连中三弹 情急之中 17岁的李戴相再次发挥他的长跑强项 他一咬牙 一把背起100多斤的班长 对着山下就是一阵猛冲 而背上的吴班长 更是一把托卡列夫 一枪一个 打出了狙击枪的效果 两人的巅峰组合 竟然奇迹般地撤回了连部 但同行的13名队员 仅有他们两人与另外一名战士逃出来外 其余的10名勇士 都长留在了冲锋的路上 但他们并没放弃营救的决心 是要重组突击队再去营救 此时却传来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 那就是他们要去营救的五名战士 竟然在他们吸引敌人的火力时 从阵地的另一面 成功突围 五名战士安全地撤回了连部 但被他们闹得一晚的美国佬 似乎发狂了 美其一时连夜做了兵力调整 将对286.6高地 打了一周五果的其七团三营 调到后方 去攻击侧面的346.6高地 一二营从严县山与286.6高地的中间 穿插至286.6高地的南面 在截断两个高地之间联系的同时 在与北面的一营与西营 三个营合为286.6高地 而进攻严县山的任务 就交给了七八团 同样是一个团围攻一个连 看似这一波普通的兵力调整 却给守山头的战士们 带来了成倍的压力 之前是一条线 现在被分割成了三个连 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没有了援军 没有了补给 没有了通往后方的道路 然而整整相差数十倍的兵力优势 没有大炮不会打仗的美国老 一上来就是 以百门大炮 对着严县山狂轰了近两个小时 同样的硝烟 同样的烈焰 原本泛白的山头再次飞沙走势 简陋的土木攻势 一炮就化为了废墟 挡子弹的沙带 搭攻势的木棒 全都在暗红的硝烟中翩翩起舞 战士们藏身的坑道 在这种势在必得的炮火下 也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夜小舟 巨大的冲击力将整个攻势阵的 沙雨连连 晕暗无光 年纪小点的战士牙齿都震掉了 然而美国老的狂轰乱炸 仅仅只是个前奏 疯了的美气八团 一上来就是一个连级的集团冲锋 战士们沉着应战 连续打退他们几次冲锋后 前沿的二排长突然发现一名张牙舞爪 手持科尔特1911的人在后方督战 并将机枪架在了我军的战壕上 马上下令四班反击 那么等待这名督战官的 将是一个怎样的命运呢 请看下集 沿线山之战武 守无泰山